在90年代初之前,我们称大多数的房子都是这样的土房子 墙面用泥土筑成,再刷上白石灰 这座房子是我父亲建造的,记得那时候我还很小 好像是93年左右建造的吧 平时每年都会回来两三次,回来看看 父母总是担心这座房子会倒掉,时不时回来看看,打扫打扫 房子分为两层,外加一个厨房,一共六间 在后来增加了一间选一房,小时候的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是厨房 这里是厨房,虽然老旧,但伦村的厨房还是挺大的 烧水洗澡,做饭做菜都在这里 里面也很简单,没有什么锄电,就是两个锅,一个灶台,几个碗碟 那时候煮饭做菜都是烧柴火的 浓烟早已把整个房子都熏黑了 这个柜子以前是放盐油调料的,以及碗碟的 农村老鼠很多,所以一些东西用完之后都会放在里面锁起来 这边是放柴火的,就是放在灶台的前面 灶台上有两个锅,上面的小锅是用来烧水洗澡的 下面的大锅是用来做菜的 以前家里都养了猪,当然喂猪的食物也是在这里煮的 所以这个锅也称为万用锅,有时候也在这个大锅里烧水洗澡 烧出来的水,上面还有一层油膜 上一锅可能在煮猪吃的食物,下一锅可能就在炒菜 真的一点也不夸张 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绝对想象不到农村生活的艰苦 哇,这里有一个锅 煮猪的 嗯,这个是松树啊 松树有松脂的那种树,是用来生火的 这是松树 还有一个炉子啊 边上有一些木炭,用来煲饭的 砧板 空的 这是烟囱 早期伦村的厨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家里还有一个小院子,还留着一块空地 以前这个空地是养猪的,现在长满了折耳根 这以前是一块菜地啊,现在都没人种了 这个折耳根是良性的,可以吃,消暑 门前自挖水井 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自家的水井 南海中曾记得水井也有过干固的情况 在后来有加深过一次 农村烂砍乱伐的现象很严重 那个年代除了种地 在家没有其他什么收入 当有商人进来收木头的时候 大家都疯狂的砍木头卖 这就是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房子已经秀气斑斑,到处都是蜘蛛网 这是一间杂物房,所有的杂物都放在这里 里面现在放的是一些木头,还有一辆自行车 早在以前,这里曾光养过鸡,光养过鸭 放过农耕硬具,木炭,以及柴火 这个房间还锁着 这个是养鸡的地方 还有楼梯 这是一个卧房 这一间以前是我父母做的 边上有个柜子 也是房间唯一的一个柜子 小时候父亲在外打工 母亲在家五农 家里要增添一件家具 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时候赚钱很难 93年村子里还有万元户的说法 那个时候有一半块钱,算是有钱人了 这个是什么,钻石 这个必须要带走 一把钻石 这个在我家里放了很多年了 这是在山上剪的 这是什么石头 这是一个石头 是白水晶吧 这个是天然的,在山上剪的 一种天然的水晶 这个楼梯保存得还不错 没有腐烂的现象 房子的二楼主要用于窗储 就是放一些稻穀,一些干货 那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旦旦挑上去的 也是一旦旦挑下来的 现在都不敢过去了 这些都已经腐蚀掉了 在那个年代 我们这里民村人主要种的是水稻 一年种两季 顺便养一两条猪 养几只鸡 在山上烧点木炭,砍几棵树 就是靠这些东西的收入来养家 对面都是一些高楼 对面都是一些自己建的房子 他们生活条件比较好 这就是小时候唯一一间的水泥房 都很乱了 有两个皮箱 这是我父亲那一代的 没有什么东西了 现在皮箱里面 用土做成 盖瓦片的房子很容易漏水 所以把一些东西都放在这个水泥房里面 一台老式的电视机 那时候村子里有电视的没有几家 我小时候也没有电视 小时候我家里也没有电视 要看电视都要跑到别人家里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我隔壁邻居家有一台黑白电视 邻居家大叔是知识分子下乡的 就是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来到这里 四个外省人 他在这里安家乐 这一次回来看到了他 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 还有一个皮箱 这里有一个双洗牌的电盘膏 有鸡巴菜刀 在冰箱是好的 这冰箱很新 没有用过的 一直都没有拉下去 在冰箱 这是空的 这是冰箱 这是冰箱 当兵的时候用的 我弟他以前是个消防兵 老家在后来也添置了一些新的东西 但一直都没有用 父母总觉得没有必要 就一直空着 十字经的这些冰箱 这些洗衣机都还放在这里 还有一套军服 就当兵的制服 现在还是当过兵的 是一个制服 一些 还有一些 这个要拿走 很多一些工具 以前用的一些工具 这是铲的一些铲子 还有一些斧头 这是斧头 一些刀具 一些铲子 哇 还有一块手表 还有两块手表 农民负担什么手册 这是农业税的 很多年的 交税的一些东西 这是粮食供应的 常住人口登记 这些本子 一些收店 黑本 储蓄本 现在是零几年的时候吧 2003年 先撑着 只不过里面是空的了 没钱了 这都是一些纪念的东西 这是一些工具箱 这一些 这家以前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必备的 因为家里有的时候 要修一些东西 现在农村有很多人都住上了水泥房 我家那时候刚修好没几年 村子里才慢慢的有人 开始建造水泥房 农村 农村 你没有来过 没有在这里生活过 你就不知道 这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这里还有燕窝 这家是客厅 以前的客厅 在这里吃饭 一个饭桌 这我们以前就在这里吃饭 这是一个 放一些餐具的地方 餐具柜 以前 这个都用了很多年了 刷了去 是石木做的 所以质量的话都是不错的 那时候家里是没有冰箱的 菜就放在这个柜子里 不过在夏天的时候 菜就容易变味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相比父母那个年代 要幸运的很多 不像他们这个年代 小时候饭都吃不饱 听他们说说 他们当年的经历 真的是挺惨的 水瓶 哇 发现一瓶啤酒 这个酒是放了多少年了 还有一瓶啤酒放在这里 没能喝 这个篮子的作用就是防老鼠 有些东西放在这里 老鼠够不到 同时也起到了风干的作用 哇 还有网鱼的这些 这个是一种网鱼的 网鱼的 这是一种网鱼的 网鱼的 好害羞哦 这个是撒药的 打农药的以前很传统的这种 这是手摇式的 打药的 还有这个抖 还有风车 看到吗 有个风车 还有这个是收道纸的 抖 我们叫抖 这里有一毯 小抖 小抖 还有一个水壶 水壶 这个是以前用的一些水壶 还有一个抖笠 农村家庭有很多农用工具 还有很多出门干活的辅助用具 比如斗笠 水壶 那时候只要不是特别的大雨 是还要头戴斗笠 身上套一个塑料油脂 在地里干活的 那时候的条件真的很辛苦 而且那时候的压力 应该说是最大的 本来家里农田就不多 在农村也没有什么收益 可在那个时候 除了养家 部分粮食还是要上交的 老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目前冷兰还有人家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现在农村也在搞新农村建设 如果你在农村规定的位置建房 政府是会给予 两万左右的补助费用的 除了新农村建设 农村也在搞翻新工程 就是把以前瓦片换成琉璃瓦 把外墙重新涂刷 统一着色 由于政府资金不足 我们村的翻新工程 再缓了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 农村的真实生活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见过 农村的真实场景 如果要一个没有在 农村生活过的人 回到这样的农村生活 我想他会觉得 这样的生活 简直就是没法过 以前农村很苦 现在农村也不理想 随着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 农村的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差 很多小村子里就没有了小学 要到另外一个村子去上学 没有良好的意料条件 只有一个小闷诊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挤破脑袋 往城里搬庆的原因 有人说 现在农村改变了很多 但我想说 这远远还不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